教练为了能输掉比赛 竟随便找了一群小乞丐 组了球队 为了确保输球万无一失 还在他们水里下了泄药 心想这下铁定能输球了 班长想都没想 直接把整瓶水灌下肚 可却令教练没想到 这群男孩各个生龙活虎 一脚高空足球 再配合着横空的功夫脚 观众瞬间沸腾 教练冒出冷汗 觉得应该是喝得太少 随后又撇出一瓶递给班长 班长还以为再鼓励他 又变得更加亢奋了 猛龙摆尾 直接轻松躲开几人 又是一脚赢得比分 蒙圈的教练再次蒙圈 歇药也没过气啊 又让班长喝下DN瓶 见教练这么抬去自己 班长简直被感动 踢球变得更加凶猛 运球也是节节胜利 先发制人绕开几人 谁知刚来到守门旁 顿时一声劈雷 药性发作了 班长捂着肚子 就奔向厕所 这要是把奥利给弄出来 那就尴尬了 教练心里简直笑开花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 其他男孩竟也全部身怀绝技 对方一记扫堂腿 他们却使出了后空翻 轻轻松松就躲开 不仅会铁头弓 面对多人拦截 也丝毫不慌 竟还在球场翻起了跟头 直直翻了500多个跟头 教练简直无语 最终他们取得胜利 大家高兴地拉着他庆祝 就连250斤的领导 也给了他的大大的拥抱 为了能够输球 教练不惜拿着两罐 老八秘制小汉堡 买通了隔壁村的二傻子 当守门员 面对对方进攻 二傻子看都不看 直接让对方赢球 甚至还抱着球 走进自家球门 导致比分直接被拉平 见到输球 教练终于达成心愿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 二傻的功夫简直更牛 对方再次射门 他使出嫦娥奔月 瞬间挡住 无论对方怎么进攻 二傻全部都能挡拆回去 简直所向披靡 锐不可挡 对方根本进不了球 教练简直无语 这次来到罚球环节 教练却让斜眼来踢 斜眼不仅眼睛斜 近视甚至高达3000度 上次还差点给 上厕所的班长送走 可这次在班长的指挥下 他却异常精准 一脚大力球 瞬间踢进球门 最终赢得胜利 原来教练 想输掉比赛 是为了快点休假 赶着与女友举行婚礼 眼看计划落空 而这支球队 正是他在大街上 随便找了12个乞丐 之所以 他们能天资超凡 是因为他们都是 碰瓷和小偷 只见手一拍 还没撞到就直接躺下 不给够钱 就别想走 平日翻跟头 更是了不得 还能趁机偷走物品 瞬间心疼 路人0.01秒 眼睛男为了能吃到西瓜 亲切地问候了摊主 眼看西瓜滚落一地 他不仅要抱着 甚至还要顶着走 他们靠着这些生存手段 在比赛场上 也是如鱼得水 一个接一个地翻跟头 身法那是了不得 眼睛男可以用头顶球 掌握平衡快速前进 背靠着球防守 再配合队友的功夫足球 在球场那是不断的胜利 教练彻底怀疑人生 都要感谢他八倍祖宗了 因为他们一路胜利 教练也只能拖延女友 告诉他很快就会回去 为了输掉比赛 他不惜联合对方教练眼镜男 眼镜男想了个损主意 以锻炼身体的名义 让孩子们去船厂搬东西 只为了让他们体力透支 为了让计划完美 第二天 甚至将守门员关进了小黑屋 教练计划成功 孩子们果真因为劳累跑不动 一个个摔倒在地 随着最后的哨声响起 上半场他们0比3不敌对方 乞丐队每个人都沉着头 步履蹒跚地走到教练身旁 说对不起 此时本该开心的教练 心里却无畏杂陈 他无意间发现 班长在角落窟 原来他们都是一群 无家可归的孩子 之所以想赢球 就是希望能够上电视 透过媒体找到爸爸妈妈 此时教练这才意识到错误 他也决定放弃婚礼 帮助他们赢球闯入决赛 你绝对不敢相信 这是由12个乞丐组成的队伍 而且就连他们的教练 也是冒牌的 在球队落后三分的情况下 乞丐队仍然奋力反击 班长先发制人挑起球 一脚大力踢出 乞丐队扳回一分 接着男孩踏背而起 又是飞驰一脚 成功踢进球门 对方却驶出滑铲 男孩一个后空翻旋转 再次踢入得分 比分拉平3比3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 以4比3的成绩战胜了对方 并且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 决赛前夕 为了能更好地掌控平衡力量 教练带着他们一起训练 可眼镜男却找上了教练 拿着他让孩子搬货的录像 作为要挟 要求乞丐队输掉比赛 可为了能够赢比赛 教练找到孩子们讨论 决定先假装输掉三分 比赛开始时 按计划 他们故意放水 班长还假装肚子疼 离开球场去厕所 很快他们就输掉了三分 就在眼镜男松懈时 教练也趁机拿走了钥匙 并来到码头 果断地拿回了录像带 马上通知球队 可以正常发挥了 此刻队员们也无需伪装 纷纷回到赛场 当场提出神力一球 连着守门员一起进框 队友一记传球 眼镜男仿若奥特曼 使出铁头弓一发进球 乞丐队配合花式旋转 猛然强势进球 成功追平比分 对方眼看不敌 甚至还产生了人身攻击 好在守门员用力守住球门 面对这种挑衅 守门员十分愤怒 随后他竟带球跑出 一个纵身翻越 最后双脚夹球 并临门一脚踢出 比赛最终结束 乞丐队以4比3的成绩 战胜了对方 并拿到了冠军 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梦想 女友也被这种无私精神震撼 最终与教练又回到了一起 喜欢视频请点赞 我是白照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个男孩在长跑比赛中获得冠军 但他却伤心地哭了 只因想拿个季军 因为只有季军才能得到一双运动鞋 原来男孩是想要为妹妹赢一双鞋 妹妹的鞋子残破不堪 因为家里穷 所以鞋子破了只能一只补 男孩将它放在一边 在买菜的时候 不料被大爷当成了垃圾 往垃圾车上一扔 男孩要走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 男孩急切寻找 不料把菜全给掀翻了 老板见状很是愤怒 而男孩则是害怕地跑走了 因为鞋子丢了 男孩也很是自责 回家把事情都告诉了妹妹 妹妹也很是无奈 这是她仅有的一双鞋 男孩不希望父母为妹妹操心 然后嘱咐妹妹先别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她要再从其他地方找找 接着男孩又回到了菜市场 不料又被赶走了 可明天妹妹上学没鞋该怎么办 而且学校禁止穿拖鞋 两个人撕来想去 把笔记本都记满了 这时男孩想出了个主意 因为在一老男女学生上学的时间不一样 于是两个人决定轮流穿一双鞋 妹妹在体育课上穿着男孩的球鞋 为了不被嘲笑 她会一直故意地躲着 直到有个学生跌倒 老师要求大家在体育课必须穿运动鞋 妹妹才笑起来 但她必须赶时间快点回家 因为男孩也快上学了 妹妹上课提早交卷做完 飞快地往家跑 可哥哥的运动鞋却不适合她的脚 稍有不善 运动鞋就掉到了水沟里 涓涓细流冲走了鞋子 妹妹匆匆地跟了上去 可还是没能抓住那双鞋子 好在这时鞋子停在一块石头上 可女孩手短还是抓不到 她急得直接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 还好有个大叔在旁边帮忙 男孩已经在小巷口等候多时了 看见鞋子湿漉漉的 男孩很是无奈 女孩把鞋子意外落水的事情告诉了哥哥 哥哥也很是生气并且不依不饶 妹妹说要把鞋子的事情告诉父母 说是哥哥把鞋弄丢的 事已至此时间已经不多了 男孩穿上鞋就往学校跑 哪怕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跑到学校 可还是迟到了 被校长逮个正着 挨了一顿训斥后 这才回到课堂 到了放学后 看着还在发火的妹妹 男孩只好用崭新的铅笔哄她 妹妹这才开心了起来 原来由于男孩的成绩是全班第一 所以获得了一支新的铅笔 女孩在上学时 看着四周同班同学的鞋 全部都是功功整整很漂亮 可看向自己 却是一双不合脚的运动鞋 这时女孩突然看到一双熟悉的鞋子 穿在一人的脚下 女孩强烈地肯定 这就是自己被哥哥弄丢的鞋子 可为何会又穿在别人脚上呢 女孩从学校回来就一直跟着那人 并且还知道了她家的地址 由于没回家耽误了很长时间 当哥哥抵达学校时 恰巧这时又迟到了 她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老师 确定没人之后 才急匆匆地上楼 不料又遇到了校长 这次无论男孩怎么解释 校长都不让她进去上课 男孩瞬间泪如雨下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家 这时碰到了自己的老师 老师跟校长连声说小话 夸赞男孩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 最终 校长看在老师的面上 只好宽恕了男孩 在哥哥放学之后 于是妹妹带着她决定去找偷鞋的那个女孩 可是到了她家以后 他们才知道 对方的父亲身体残疾 而母亲则是穿着破拖鞋 两个人有些于心不忍再去要鞋了 于是他们只好默默地转过身回家 在接下来的几天 兄妹两人还是轮流穿一双鞋 哥哥也因此很是愧疚 都怪自己害得妹妹少些穿 艰苦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为了帮助父母 男孩会在周末和爸爸出去干活 到城里赚钱贴补加油 看着那一座座高大的建筑 和不断流动的车辆 男孩充满了向往 接着父子两人来到一栋别墅 父亲刚按了一家门铃 结果被里面的狗叫声吓跑了 两人又去了很多家询问干活 终于也是在坚持努力下 达成了第一笔交易 最后把工作做完 房主给了父亲一大笔钱 男孩恳求父亲能给妹妹买一双新鞋子 父亲答应了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路过一段下坡的时候 因为自行车没有刹车 父亲把脚伸到地板不停地蹭也没停 最终两人撞到树上 却下车子坏了 并且两人还受了伤 刚才赚的钱 结果全用来支付医疗费了 房东经常来催租金 一家人的生活迫在眉睫 兄妹俩只能像以前一样 每天不停地换鞋穿 街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 这天学校准备举行赛跑比赛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阿里文言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 虽然很想参加 但还是放弃了 如果他参赛用鞋 那么妹妹就无法上学了 可学校这时公布奖励名单 第三名将获得一双运动鞋作为奖励 男孩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立马去找体育老师报名 老师却说名额没有了 但男孩并没有放弃 在苦苦哀求之下 老师让他去操场跑一圈看看速度 男孩于是奔跑起来 由于过高的体育天赋 也是终于得到老师的青睐 男孩最终报名成功 穿着就写参加比赛 全校的赛跑好手都来了 男孩简直一下被吞没 他不知疲惫不停地奔跑着 因为有必须获胜的理由 脑海中浮现出妹妹在学校奔跑的身影 还有自己把妹妹鞋子弄丢的场景 哪怕再困难她也要挺住 努力地超越其他参赛者 可就在这时 男孩发现自己已经领先了 但她的目标并不是第一名 她要卡在第三名才能拿到奖励的运动鞋 男孩通过减速 重新回到了第三 可不料周围的人蓄意把她撞到 男孩不顾身上的伤痛 迅速站起来 向前狂奔 为了让妹妹有心血 她拼了命地往前冲 可最终却没有让她如愿 男孩拿了第一 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冠军奖杯 校长和老师们都跟她合影留念 可男孩的眼泪 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虽然是第一名 但男孩失败了 她没有履行自己为妹妹拿到新鞋的沉默 只能满心惭愧地回到家 妹妹看着哥哥的表情 也猜到了什么 男孩脱下了破旧的运动鞋 把磨破了的脚放入冰凉的水里 此时一条条小鱼安慰着她 但好运降临了 此时爸爸的脚踏车后座 正放着两双新鞋 属于兄妹俩真正的新鞋子 你愿意给男孩点赞加油鼓励吗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